这是一部阎王看了都得尿裤子的怪兽电影 其经典程度影响了后世无数同类型作品 被广大网友们戏称为极地狼人杀 不仅怪物形象震撼无比 就连电影剧情中 那窒息压抑的黑暗森林猜疑链 都让观众大呼过瘾 不看到最后一刻 你永远不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怪物 在平平无奇的南极大洲上 一架挪威科考站的直升机在低空飞行 疯狂地追逐着地上的二哈 然而飞机上的人连续开了十几枪 都未曾伤到他分毫 而他也似乎有意识一样 跑到驻扎在南极的美国科考站 营地里的美国人听到外面叫的飞机声 纷纷出来看热闹 而那条二哈也乘机扑到一名队员的环里 直升机此刻也着陆了 飞机上下来的两个人看起来很是慌乱 驾驶员直接拿出一枚手榴弹 想杀死二哈 没想到刚打开保险 却不小心滑出去到了后面的雪地里 在大家反应过来之前 剧烈爆炸瞬间发生 但是持枪的人却不管不顾 朝着这伙美国人说着听不懂的挪威语 然后就向二哈举枪射击 但他不幸误伤了其中一名队员 也没有停止继续追杀狗子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一直待在基地的队长打破了窗户 杀死了这名枪手 硝烟过后 男子倒在地上 混乱终于平息下来 但是现场的所有人 对这一看似疯狂的事 都感到一头雾水 将二哈安顿下来后 人们聚集在房子里进行讨论 为了找出事情的真相 营地里的博士决定去挪威科研站了解情况 他叫上飞行员迈克 立即准备出发 直升机盘旋起飞离开基地 就在这时 一直坐在桌子角落里的二哈 开始伺机而动 他在房子里轻轻地四处探索 最后锁定了一个硬有背影的房间 慢慢走了进去 而导演为了不让观众猜出这人是谁 特地选了一个演员之外的人 按照地图上的方向前进 迈克和博士成功地找到了挪威人的营地 不出所料 营地出了大事 这里已是废墟 仿佛昨夜才经历了一场大战 还看见一个巨大的空心冰棺 他们在房子里继续搜索 带着一些信息准备离开 但在房子外面的空地上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人或动物尸体 经过深思熟虑 两人决定将尸体带回基地进行研究 即将到来的暴雪和无法回应的通讯 让队员们都感到恐慌 但迈克和博士带回来的畸形尸体 就像一颗重磅炸弹 众人看着这幅奇形怪状的生物 被震撼得无以言表 决定先让医生先解剖它 研究发现怪物有和人类一样的身体器官 似乎在它生前 应该是与人类发生了融合 这番研究更让众人摸不到头脑了 经过短暂的休息 看守员把那条二哈关在了营地的笼子里 没想到过了一会儿 恐怖的变化开始发生 刚进来的二哈开始浑身颤抖 发出可怕的低鸣 然后脸像花一样裂成四半 其他的狗子哪见过这种场面 纷纷害怕咆哮着后退 剩下的画面太过血腥 这里就不给大家放了 狗子的吼声引起了看守员的注意 随着他过来查看 立刻看到了恶心怪物的触手在乱飞 他惊慌失措 迅速关上笼子 不远处的麦克也听到了这边的动静 迅速拉下火警 唤醒了睡梦中的队员 人们拿着猎枪和喷火器来到笼子这里 手电筒微弱的光照亮了怪物 一个混合了几条狗的怪物 赫然出现在人们面前 还不断用触手侵蚀着其他狗子 每个人都惊呆了 当机立断扣动扳机 一轮射击后 怪物似乎没有太多反应 随即再次变形 突破屋顶 把自己吊起来 直到老黑用喷火器射向怪物 那东西才从墙上掉了下来 没了动静 紧接着开始对这个怪物尸体进行解剖研究 在结合第一具尸体的调查结果后 博士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 这种有机体会消化和吸收他遇到的生物 并在这个过程中重塑自己 最终使他的外星思想和功能与宿主完全相同 从而取代宿主 看了挪威人的视频后 大家伙商量了对策 麦克决定去挪威人找冰关的地方 飞行一段时间后 三名队员来到视频中递指 直升机降落后 一艘巨大的外星飞船映入眼帘 他们将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带回到基地 却引来了老黑怀疑的嘲讽 只有博士在角落中紧锁眉头 他严肃地盯着电脑屏幕 电脑分析结果是一场难以想象的灾难 一旦这种生物接触到人类文明 所有人类将在一年内就会灭亡 意识到大事不妙的博士 决定得做点什么 这时基地里的几名队员 正在把怪物尸体搬到地下室 卷发男去拿钥匙离开了一会儿 另一名秃头哥则遭到了尸体的攻击 变得面目全非 浑身是血 被触手缠在椅子上 当人们来的时候 被袭击的队员已经消失了 留下了血迹和被摧毁的窗户 警报声响撤基地 麦克带着其他几个人赶上了逃跑的队员 这时他的手臂变得血肉模糊 嘴里发出尖锐的吼声 似乎成了怪物的一部分 麦克把油桶推倒 扔出手里的信号棒一把燃烧 熊熊大火蔓延全身 瞬间吞噬了怪物 这场战斗之后 基地里的每个人都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 他们烧毁了所有的尸体 出乎意料的是 博士秘密破坏了基地直升机和所有通信系统 他挥舞着斧头砍下电台 撕声裂飞地警告所有人外星人的威胁 并且他怀疑在场的任何一个人 几名队员制服住博士 并将他单独关在工具间 面对麦克 疯狂且清醒的博士选择了一丝信任 他认为他们其中可能有一两个是外星人伪装的 但对于这种趋于完美的冒牌火 唯有进行血液测试才能区分 但当人们来到储存血浆的房间时 他们发现每个人的血样都被销毁了 但房门没有被破坏的痕迹 这说明只能是内部人员做的 一场巨大而无形的信任危机在人群中蔓延 人人自危 且怀疑每一个人 吵了一会儿 沉着冷静的麦克决定控制局势 暂时获得了其他队员的信任 但随着他带上两个队员 去外面的小木屋搜寻 可等了将近一个小时 屋内的队友都没看到他们回来的踪迹 直到其中一名黑人小伙 气喘吁吁地跑回来 还带着一件麦克破烂的制服 这说明他很可能已经被同化了 麦克成了被众人怀疑的对象 大家都把他围在基地的仓库里 麦克一手拿着照明棒 一手拿着炸药 摆出一副同归于尽的姿态 就在现场陷入僵局的时候 一个胖队员突然从背后偷袭了麦克 但被他推倒后 胖队员立刻失去了知觉和呼吸 队员们叫来医生 准备紧急抢救他 心脏起泊气准备就绪 就在医生开始准备奠击的那一刻 胖队员的胸部突然裂成两半 像一张长满牙齿的锯嘴 直接咬断了医生的手 然后一个扭曲恶心的人形怪物 从他身上冒出来 突如其来的变异震惊了大家 麦克举起手中的喷火器 把面前的怪物烧了干净 剩下的队员被麦克聚集在一起 决定绑起来开始血液测试 这个房间里的每个人都不相信对方 他们对麦克的暂时服从 只是因为对暴力的恐惧 随着队员一个个的检测 不出所料进行到一半 狼人的身份已经公布 坐在最右边的男人突然浑身发抖 肢体分裂的血肉模糊 旁边的伙伴们惊呆了 挣扎着想要逃跑 那怪物一跃而起就粘在了天花板上 麦克手中的喷火器此刻却失灵了 他不得不在角落里 叫另一个拿喷火器的同伴 但在他做出反应之前 怪物从天而降 裂开的头变成了大嘴巴 咬住了这个队员 麦克用力拍打手中的喷火器 在最后关键时刻 熊熊大火终于喷出 怪物瞬间点燃 顺手也解决掉了那个刚被感染的队友 麦克放开了房间里剩下的几个幸存者 他们决定去给博士最后一个做血液测试 然而他们发现工具间 随后三人在地下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坑洞 里面有一个半成品的宇宙飞船 人们意识到博士已经被感染了 他利用被囚禁的机会独自在工具间的地下 制造能逃跑的飞船 此时麦克发现基地的电源被切断 这意味着室温将在六小时内降至零下73度 没有人能生存 而怪物将被重新冻结 只要救援队来了后 一切都无法挽回 大家都知道后 做好了与怪物同归于尽的准备 他们准备用炸药和燃烧瓶炸毁整个基地 在剧烈的爆炸和火焰中 剧烈的房屋一个接一个的倒塌 三人队很快就来到了最后一台发电机 打算把所有的炸弹都埋在这里 把整个基地都炸上天 麦克让三个人分开行动 在不同的房间里放炸药 果然化身为博士的怪物躲在黑暗中 在麦克反应过来之前 其他两名队友都被吸收了 直到周围一片寂静 发电室里只剩下他自己 他用炸药警惕地盯着黑暗 突然前面的地面塌了下来 无数的木板像波浪一样被掀开 两个巨大的触手冲出地面 卷走了小麦放置的起爆器 一个巨大的变异怪物突然出现在面前 小麦灵活地转身翻滚 在怪物出手之前 立即扔掉了点燃的炸药 剧烈的爆炸瞬间吞噬了怪物 同时也引爆了所有布置的炸药 科考战最后的建筑在火光中化为灰烬 而主角麦克疲惫地坐在废墟中 突然看见老黑走了过来 他小心地拿着喷火器靠近麦克 他们都不能确定对方是否是人类 所以两个人在不安和怀疑中 相互注视着对方 就在暴风雪中 电影突然停止了 到最后我们也不知道究竟谁才是怪物 但这也正应了导演卡彭特的想法 他希望将这种不安感 一直延续到最后 哪怕影片已经结束